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安东尼·戴维斯是联盟顶级巨星,攻防两端实力出众,而且他有一个不错的特质,可以和各种风格的外线球员相匹配。 但有一个人,似乎除外,在胡人队,当戴维斯和球队后卫马修斯同时在场时,球队每百回合要多丢11分,让人惊讶。 马修斯是一位年龄较大的后卫,主要是3D风格,擅长投篮以及防守。 这类球员应该是超级巨星最喜欢的类型,为何两人同时在场会出现丢分的情况? 本文为您简要,分析一下。 先说戴维斯,戴维斯本赛季,有22加9正3的数据,依然全面。 熟悉戴维斯打法的球迷,都知道,戴维斯这两个赛季,开始转型,从以往的终结者,转变为低位进攻者。 这需要一个,适应过程。 戴维斯生涯,早期最强的,便是他无与伦比的终结能力。 他不需要,持球进攻,只需要无球跑位,便能获得各式各样的进攻机会。 定点投篮,挡拆顺下,二次进攻得分,都是他的杀手武器,对手极难限制。 但是,如果让戴维斯,来持球进攻,他的效率,就会有所下滑。 而且,他有一个,很明显的漏洞,戴维斯传球意识,比较一番。 虽然这几个赛季,他的助攻次数,都在三次左右,但更多,是在高位附近的侧影。 在低位附近,戴维斯一旦,被包加,他的传球效率,就会下滑。 而马修斯,以定点投射为主,不擅长持球进攻。 如果戴维斯,被包加,传球质量下滑,他的投射质量,也会下滑。 再说马修斯,马修斯本在季场均得分不过五分,但在三分球方面,他表现相当不错,命中率,达到40%,场均命中个数,超过一个。 考虑到他的上场时间,这份数据,非常不错。 上面提到,马修斯的进攻,以定点投射为主,他不具备持球进攻能力,戴维斯从进攻端来说,还是更喜欢和后卫挡拆。 由于马修斯不具备这一点,他自然无法,给戴维斯太多帮助,两人上场进攻效率,会有下滑的趋势。 最后一点,我们来聊一聊,球队方面的影响,每百回合丢分,和球队上场人员,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或许马修斯,和戴维斯两人之间,有不错的化学反应,但胡人其他人,会给他们,带来一定的影响。 比如施罗德,占据球权,塔克没有三分,哈雷尔防守太差,如果,和这几个人在场,也会影响到两人,百回合丢分表现。 往好的方面讲,这两人配合的时间还不长,赛季也只进行了一部分,无人队可以,借此进行适当的调配,尽可能减少这两人的上场时间。 以马修斯的,打法风格来说,他最适合詹姆斯,毕竟詹姆斯的突破分球能力,是联盟顶级,在詹姆斯身边打球,射手能得到,最好的机会。 戴维斯则应该,和施罗德一起上场,他优质的挡拆能力,可以给戴维斯,带来不小的帮助。 常规赛是属于胡人,磨练阵容的过程,只有找到阵容的,最优解,才能让球队,在季后赛所向披靡。 各位读者朋友们,你们如何认为呢?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